来 喂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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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受伤了 我没事 我没有受伤 你要不要去医院了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详细 我真的没事 先挂了啊 我真的没事 先生 如果你没有受伤的话 又不需要赔偿 能不能帮我留个证据 麻烦你跟我说一遍 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房天忆 我房天忆先生 我房天忆 今天被 被那 你叫什么名字 白雪 我房天忆 今天被白雪小姐的车轻轻碰了一下 本人完全无碍 不需要白雪小姐赔偿任何的金额费用 也不需要白雪小姐承担任何的责任 在此留下这个视频作为证据 可以了吧 可以 谢谢 拜拜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自己小心一点 医院已经很忙了 你没事吧 你叫什么名字 白雪 我房天忆今天被白雪小姐的车轻轻碰了一下 本人完全乱 不需要白雪小姐赔偿任何的金额费用 不需要白雪小姐的车轻碰了 快点 快点 来不及了 妈 慢点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人多的地方别那么大声叫我妈呀 全让你给叫老了 你爸再等了 赶紧 妈 跟你房天忆超累的 妈 要不然我妈不去了吧 你又想干吗呀 别找借口啊 妈 你看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我都没怎么打扮 要不然你去了吧 我不去了 我的乖啊 今天可是你爸约的 不是我 要不你自个儿跟他说 妈 妈 你看 你们都说你们疼我 还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 谁让你嫁出去了 你是我的白雪公主 怎么能让你嫁出去呢 走了半条街 你车到底停哪儿了 那边 妈呀 停那么远 这下回别自己开车了 大包小包 累死了 天忆 在这儿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听说你又 解决一个未充苦的急诊 是 真好 这儿 那你们久等了 哎哟 今天好堵车呀 你坐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就就是我们医院最有实力的外科医生 房天忆 天忆啊 这是我太太 这是我女儿 是你呀 怎么 你们之前见过啊 见过一次 真的好巧啊 真的好巧哦 你好 这是你们要的红酒 现在打开吗 打开请上 我来点 房医生 这家牛排馆呢 是上海数一数二的 你的要几分熟 七分 这家店的牛肉呢 都是USDA 级级的高端货 建议吃深一点 如果太熟 就会失去高级牛肉才有的质感 和鲜味 就五分吧 甜点呢 我就要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房医生 你有没有想点些什么 不用了 好 那就再来一个这个 就这样 房医生家里有几口人呢 五口人 大家庭 你们这一辈 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很少 像你们家这么多的更少见啊 你爸妈真想得开 好福气 是这样的 我姐出生的时候 有咸天性心脏病 所以才生了我 那家里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我妈过世得比较早 所以现在家里 剩爸爸 姑姑 姐姐 还有弟弟 姑姑也跟你们一起住啊 那姐姐结婚了没啊 还没 那爸爸再婚了吗 弟弟就是爸爸跟再婚的对象生的 来 来 弟弟 吃个饭 你搞得跟户口调查似的 不是兴起吗 问的事有点多 房医生你别介意啊 这次主任竞选 无论是能力 资历 还是学历 应该非你莫属啊 却让赵博当选了 你怎么想啊 是我能力不足 所以落败了 你心里也清楚 你落败跟能力没有关系 是盟友 天忆啊 你应该需要强而有力的盟友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 我们一起努力 我会不会觉得啊 他真的很呆板 有木讷 而且还不够热情 我跟你说 作为医生啊 一天到晚很辛苦 很累的 他有时候不热情也属于正常现象 我看中他的 就是不趋因夫事的品质 只专注在医学专业上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不是的 家世也太差了吧 难道你希望咱们女儿 嫁到高门大户里收气啊 到时候她晚上不回家 你又会发脾气 我告诉你啊 天忆小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她应该同意你在家里住 不是 你说现在 还有哪家有三个孩子 又是姑姑 又是嫁不出去的姐姐 还有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弟弟 这种穷亲戚是最讨厌的了 以后想甩都甩不掉呢 小雪 你别在那儿傻乐 我问你啊 你对天忆的印象如何 爸 你知道吗 我真的跟他超有缘分的 听见了吗 听懂了吗 小雪对天忆都没说什么 您就别跟着瞎谎 对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搞对象 我还不能有意见了我 你 你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等吧 你等着 知道你发什么论吗 走了 对对对 天忆就是这样 她从小就是缺少幽默感 工作太认真 就是 是 没关系的 我了解她 就是 人就是 回来了 天忆 你的客人来了 天忆 你来干什么 我 谁让你来着 怎么这么说话呢 又是同事又是朋友的 天忆啊 有话坐下好好说嘛 你出来 我叫你出来 天忆 天忆 你听我说 是我没有把话跟你说清楚吗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只是同事 所以我们只谈公事 所以我们只谈公事 谁让你来我家的 你在骚扰我家人 你知道吗 我并没有要骚扰伯父 我只是 我只是还爱着你 我想挽回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能感受得到 你对我还是有感觉的 我能感受得到 难道不是吗 天忆 像你自尊心这么强的人 你怎么可能追到院长家 不要赌气 不要赌气好不好 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天忆 当你离开我去追求那些 荣华富贵的时候 你就已经没资格了 天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正因为我自己走过弯路 我才不忍心看你为了赌气 若追到院长家受气 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件很可笑吗 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件很可笑吗 当你离开我的时候 那就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我也不是以前的我 天忆 我真的放不下你 我也很恨我自己 曾经伤害了你 但请你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不可能 好 你来了 所以我才会笑得 那么的快乐 害怕醒来时 可笑的人是我 如果你 不笑还不爱我 究竟让我等候你 为目后我会莫莫嫌弃 我已明白我自己 哪怕缘由却无从说起 连未来都难记 情愿困在这境地不胸 平静 天忆哥 我们早一走吧 好 天忆哥 这还是你第一次约我出来呢 我真的好开心啊 刚刚其实说堵车是骗你的了 我只是在家 纠结来纠结去 不知道到底要穿哪一套衣服 所以才晚了 没事 说来真是不好意思 我对你 其实是一见钟情 没有吓到你吧 但是我绝对是认真的 其实今天约你出来 主要就是想跟你聊一聊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 后来分手了 我们现在只是同事 是上次在医院 带我去你办公室 找你的那个姐姐吗 是的 没关系 我一点都不在乎她 好吧 其实我在意 可是我在意我能怎么样呢 我怕我说了我在意 你会觉得我小气 不可爱 不喜欢我了 好了 我们不要说你的钱 也拗了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遗憾 为什么 没有能早一点遇到你呢 这个 你拿回去吧 天忆哥 车子你不喜欢吗 不 我很喜欢 那为什么呀 因为这辆车 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 我们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我只是一个生长在 普通家庭的普通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 会送我车子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很惊讶 也很困惑 而且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不是那个可以跟你结婚的人 天忆哥 我做错什么了呢 小雪你没有错 这不是谁的错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你是不喜欢我了吗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在感情上不完美 我的家庭背景也不完美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你不一样 你很完美 知道吗 我不觉得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完美 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可以结婚 而且我什么都没想 我觉得是你那就是你了 因为我爸爸说 你是医院里面最有能力的人 而且你在我心里面 比任何人都完美 你要说他有不足的话 其实我算的不足会比你的更多 但是我们可以后销弥补啊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要结婚的人是你 因为你是世界上 多于无二的你 谢谢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天忆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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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让你不舒服 不开心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那样的 我只是想让你舒舒服服的上班下班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让你不高兴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懂 我知道我很笨 但请你相信我 我什么都愿意学 我一定会做一名合格的好妻子的 你不可以不要我 天忆哥 你不可以不要我 你不可以不用 你不可以不用 爸爸уки 妈妈 天忆来了 回来了 天忆哥 天忆来了 房医生还带东西来了 阿姨 来了 赶紧 拿叔人 不好意思 房医生今天晚上 应该不用当班吧 就留下来吃个便饭了 会不会太打搅 有什么打搅的呀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了嘛 你就往这当家 谢谢院长 我去开一瓶红酒 开你瓶最好的 当然了 天忆哥 你过来坐 不要拘束嘛 不要拘束 快 是你找我 你就是天忆的姐姐 是 我是房天心 你是 姐姐你好 我是白雪 是天忆的女朋友 你好 你们的婚事我大概听说了 不过我不明白 你跑来找我干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想来见天心姐的 但天忆说不用 我也就没有再提 见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姐姐收下 你们的婚事 你们的婚事天忆已经决定了 我们无话可说 但想要成为我们房家的儿媳 非认可 最应该讨好的不是我 应该是我的家人 可是天忆总说不用 那你就当成为必要好了 但是我 我又觉得不去 又有一点 又有点不合乎情理 所以 你就想用一些小恩小悔来收买我 想让我站到你那一边 为以后扫清账来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 如果你今天是想来收买我的 那你算是白跑一趟了 我最讨厌管家人的现实 就算是天忆也不理会 我想你误会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还是觉得我误解了吗 大小姐 你应该好好学学 怎么为人出事 天心姐 你要这么说 就真的太过分了 这位微青天是第一次接 我这还算是客气了 还没见我们家门 就想着拉帮结派耍心机 这种做法 在我看来又荒唐又可笑 我 本来以为 在这么好的家庭成长 又在国外读书 应该有很好的教养 不过今天看来 也不过如此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回去工作了 天心姐 你是不是因为弟弟先结婚 所以心情不好啊 弟弟先结婚 站在姐姐的立场上 一定会很敏感 很在意的 你说什么意思 但是你表现得这么直白 还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你不要用你的小心思 去猜测别人 我还不得听 你说没有必要见 你 你 房天忆 你自己结婚 你自己做不好了 你把我扯进来干吗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学问了要跟你结婚的人 我 天心姐 你怎么能给天忆打电话呢 我以后在他面前 我还怎么做人啊 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 你是怎么做人 妈妈 你有没有听到 天忆姐姐真的好可怕呀 她就这样说你没教养 不会做人 她算什么呀 她凭什么凭凭凭呀 宝贝 快 那真的好奇怪呀 长得也够怪的了 没事啊 完了吗 是天忆打来的 房医生 师母 那白雪呢 就在我边上 房医生 有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弄清楚 刚才我们家小雪 拜访你姐姐 可是被她骂没有教养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需要拿这种事来骗你吗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雪不是个没有教养的人 你赶紧安排一下双方教养见面 省得我们家小雪被挑刺 我 妈妈 真的要见面吗 那是当然肯定必须要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姐姐 是在大企业上班 是个民室里的白领 看来不是 也不惦惦自己的分量 凭什么批评我女儿啊 姐 你怎么可以说白雪没有教养呢 她倒真会恰斗雀尾的告状啊 你这么说话太轻率了吧 轻率 她到底跟我说什么 你打听清楚了 你就向着她 不是我向着她 唐天心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头疼 你当身头疼了 你确定你找那个姑娘 是个正常人吗 你确定你找那个姑娘 这么说她不太好吗 方天忆 你到底要跟谁结婚 跟我们无关 但是拜托你 找一个正常人行吗 正常 现在是有不正常的 算了我没办法跟你说了 喂 她挂我电话 你当个少年女人 你还了不起吧 谢谢 谢谢 这里就是房医师家吗 是的 前面就是她家 出去啊 出去啊 出去 出去 好了 这人是徐朗接的 你们找她去啊 我说你欠钱过来还有理是吧 要不然你告诉我 你老公在哪儿 不然这钱还得你还 我也不找她在哪儿 你们去找啊 否则到她我们还来找你 你不要这样子 还不还 还不还 好好说 徐朗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你们说 你手放开嘛 你手放开 就是这事你别管 老头 要不还钱 要不 走开 快点 走 你放 侵欣姐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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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老爸 你們都 你怎麼回事 老爸 你放下 怎麼回事 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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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别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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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啊 我打死你 别打了 打死你 放下来 别 别听 我叫你们别打了 天忆 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一家了 我们慢慢跟你算这笔账 你放心 我这店在这儿几十年了 它跑不掉 该给你的钱我们会给的 谁被打伤了医药费我们付 这话是你说的 走 天忆 天忆 天忆哥 天忆哥 很好看啊 有没有哪受伤啊 哎呀 你就是白雪是吧 你看这 这 这真是不好意思的 第一次见面就用这种东西啊 挺好的啊 好什么好 你可看爸都摔倒了吗 小龙 没事 没事 那 那谁 那个什么 要不要来了吧 到屋里坐会儿吧 好 哦 不用了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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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哥哥 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许朗呢 人呢 人在哪呢 怎么了 你说话呀 我 我跟许朗离婚了 行了 哥哥 你就安心地回来住 这事不怪你啊 许朗一个挺踏实的人 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 身为丈夫不顾妻子 欠了钱就是道跑路 哥哥 你别怕啊 反正你们已经离婚了 逼债的再敢来 咱们第一时间报警 爸 我看这样不行 咱们还是去医院拍张片子吧 放心一点 哥哥 你陪舅舅上医院去看看吧 没关系 不严重 我自个儿有数 葫芦葫芦就好了啊 一帮低脾流氓 就应该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那你也得被抓 你干嘛要打人家 还敢轮自行车 白雪第一次来咱们家 就看到这么乱糟糟的 天忆肯定觉得能看死了 爸 我还是去给你买点高药吧 那样好得快 都好 都好 等等 走吧 走了 老板 有没有伤口贴啊 帮我拿一个 这点小箱不用贴了 不行 你这可是外科医生的手 一定要保护好 被他们吓到了吧 说实话 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打架 你要不是跟我在一起 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 这样的场面了 可是 我真的觉得你打架子 用得好不帅啊 真的 好了 我送你回去吧 我们 我们要不要去你家里面 看看伯父啊 伯父腰摔伤 弟弟也被打 我 我就是觉得 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不进去 会不会不太礼貌啊 你们在这儿啊 天心姐 这家要走了吗 不回去看看了 算了 今天的气氛 不太适合 看都看到了 既然你们要结婚 什么心理准备都要有 再说了 跟爸都见到面了 这样不回家也不合适吧 天忆 我们去拜访一下伯父吧 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 我买点药马上就回去 我买点的 你把疟狱放下 走 不走 服务 不走 你烧腊 你们都干吗呢 天忆 给爸介绍了吗 您的地方 爸 这是白雪 伯伯好 这是我姑姑 姑姑好 是表姐 柯柯 这是我弟 方小龙 这 这 这位是我朋友 你月月 伯父 您的腰伤好点了吗 伯父 您的腰伤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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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水果吧 我去弄它 好 我也来帮忙了 来 妈 帮你 我会 啊 我觉得 你看我哥一进门的样子 跟咱们家人都喜欢他钱什么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她不一直都是那样吗 不是 她是嫌弃咱们 嫌弃咱们给她丢人了 你看她那样 拉得比闲在医院长 她是你哥 你这么说的 她不送你才怪呢 那姑娘 是院长的女儿啊 天忆可以啊 这院长的女儿 假装那就是一家医院呢 不过说真的 我这个嫂子的颜值 还是蛮高的 颜值高 颜值高有我高吗 但一看啊 就不是天忆喜欢的类型 不是 这 完全是女神级别 这跟这个 这个类型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 我看 还不如上一个好 上一个 还有啥地方 之前有一个女孩 也来找过哥 什么 天忆厉害呀 就在两只船 来 你吃水果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那我帮你 来 谢谢平心姐 谢谢 伯父 其实我这次来 是想告诉您 明天晚上六点 我妈已经订好了包间 我父母想跟您见一面 伯父也起来吧 这个是地址 到时候替我爸爸的名字就行 妈 谢谢啊 好 好好 明天我们会按时间去 去睡会儿 咱们 怎么才回来呀 跟她们说明晚见面的事了吗 说了 他们家人怎么样 挺好的 感觉挺和睦的 我女儿回来了 爸 天忆在他们家人面前 好好地介绍你了吗 当然了 是吗 她没送你回来吗 她刚下夜班 我让她先休息了 我女儿真是长大了 都知道疼人了 妈刚切了蛋糕 我们边坐边吃边聊 跟妈说说啊 走 妈 妈 我今天太累了 可能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 我先休息了 那去吧 奇怪 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怎么了 小雪有心事 那家人肯定有问题 小雪 那收拾好了吗 怎么还来着床上呀 小雪 要去美容院洗头化妆 还得好一会儿呢 你再不起来得迟到了啊 嗯 说吧 到底怎么了 没事啊 你还真以为我没看出来吗 昨天你从他们那儿回来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是不是他们家人不喜欢你啊 那还是他们对你态度不好了 妈 你别瞎猜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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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天忆挺好的 嗯 就是他们家里面人 挺乱的 何止挺乱 又是打劲儿 又是欠钱的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司机早全跟我说了 妈 这事跟天忆完全没关系 我不是担心她的为人 我就是不知道 以后和他们家里人怎么相处 我不是说过吗 一定不能门不当户不对 现在知道头疼了 那要怎么解决呢 一定要一早 就和他们家人划行界限 妈 那也不现实啊 再怎么说 结了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总不能完全不来往吧 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 再担心也来不及了 没事 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妈 不管再怎么样 您千万别为难天忆啊 知道了 赶紧去换衣服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疼疼 师傅 我们约的是六点 能准时到吗 能 今天不多 放心吧 一会就到了 是 怎么了 这车 怎么了 车坏了 坏了 坏了 我这糟糕了 你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了吗 说过了 要不我打电话再催他们一下 天忆 不用急 他们堵在路上肯定也急着呢 没事 等会儿 不用催 车坏了 恐怕要迟到一下哦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为什么不早点出门呢 我们早出门了 都快到了 结果车出毛病了 怎么办呢 你先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不好意思 那个 你姑姑在马路边急着拦车呢 用手机轿车行吗 对对对啊 车出车坏了 这种旅游还真是少见呢 老公 早先点点两个菜吧 我饿了 天忆啊 我们干脆出去接他一把 天忆啊 别急 他们是你的家人 将来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多懂等 不要接他 就这么干等着呀 那 那你看个菜单 点点菜 天忆论先坐 别着急 静好 嗯 好 来了 来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第一次见面 就是让你们等这么久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应该再回事 这是姑姑吧 对对 你好 你请请请 来来请请 来来请请请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来来坐坐 来 你坐 来 你坐 我来 谢谢谢谢 来 哎呀 哎呀路上很堵是吧 走哪哪堵 走哪哪不同 车子又出毛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自家人没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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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干杯 那个喂 院长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天忆的照顾 我敬您 哎呦 不不不不 应该是 来 哎 嗯 我是不懂 红酒 但是我感觉得出来 它一定是好酒 它喝起来 就是不一样 是这样的啊 红酒在咽下去之前呢 要让酒一在口腔里头 慢慢感受 这样才能品尝出 红酒的口感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天忆啊 哎 咱们俩一起再敬你爸爸一杯 嗯 来来来 是 是 岳总 哎呀 这私下场合不要那么拘谨嘛 叫爸就醒了 不是 那个 我也算你半个爸爸了 你说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 爸 哎 哎 哎 我听说 就是您这位姑姑把三个孩子带大的呀 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洗洗衣服做做饭而已 哥 你生气了 没有 我也不是故意要那么说的 可你看那家人 尤其是白雪的妈妈 你一副 神气凌人的样子 我 没事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没关系 你刚才什么也没吃 要不叫点炒饭炒面什么的 我不吃 做好了没啊 嗯 好了 就这一个出菜了 哎 强占你的手艺 嗯 来 嗯 妈 舅舅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回来了 嗯 舅舅妈 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早 姑姑 你今天穿着挺漂亮的 哎呀 亲家 人怎么样 挺好的 我去换衣服去 妈 舅舅他 有情况 饭没吃好 我进来了 爸 怎么了 什么 第一次见面气氛就这么尴尬 你 你你姑姑说的也是实话 我们这两家 根本就没法比 今天这等于是闹场啊 我都觉得替天忆丢人 我这个爸爸真的帮不了他 他怎么帮不了也就算了 还替他丢人 爸 天忆这孩子从小就很优秀 你知道是吧 你看都是靠他自个儿 刻苦 努力 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这个地位 还还还被院长赏识器重 你看他这些年多不容易啊 吃了多少苦啊 我不但替他找麻烦 我还拖他后腿 你说这算了 爸 你别这么说 天忆也是因为有你的付出 才有今天啊 也难怪 也难怪他老想离开这个家 天忆 上去坐坐吧 我不舒服 我先上去了 天忆啊 把车号给司机 你先回去 明天夜也见 天忆 今天的事情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你赶快回去吧 好好跟爸爸和姑姑解释一下 其实大家都没有恶意的 其实大家都没有恶意的 只是因为太在乎 所以有点情绪 这两家人的出生背景 本来就不一样了 我也没道理要求 两家要有一样的想法 我先回去吧 你也早点休息 我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不是 你说医院里有能力的 要不只有房间一个 要我们和人种家庭结婚信家 那简直不可理喻嘛 反正我是办不到的 妈 你不是也担心 跟他们家人不合吗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嘛 我告诉你 婚前不如意的小事 婚后那可就是 闹翻天的大事 我都和天忆谈到这个份上 而且天忆都已经叫爸爸了 在婚礼上分道扬镳的 多了去了 我不管 反正你先答应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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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了什么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 找女婿的标准 就是找家庭条件稍微差一些 能把我们的宝贝女儿 永远留在身边 可是你现在又闲这闲那的 条件好的 能做我们的上门女婿吗 不过他们家的数字也太差了吧 你都看见了 我刚刚明明是好心 被他们当成恶意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自卑感 这是小市民被迫害妄想症 太严重了 我现在想起来 我都头疼了我 不是 你说 有这样的清涨实在太掉价了吧 好 哥 不要还在痛啊 上医院去拍个片子去吧 没事 我天忆起床呢 我原以为昨天回来 他会跟我大吵一架的 没想到他一声不吭 再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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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去啊 吃了早饭再走吧 我已经做好了 天忆啊 昨天是我不对 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迟到吗 你们看我在别人面前丢人 你们开心吗 我们昨天是打了车了 后来一 这车坏了 我们一时半会儿 又找不到其他的车 对对 然后呢 然后 下了车又走错路了 所以我们就耽误了 你姑姑回家的时候 一直在反省 算了 我根本就不应该 对你们抱有任何期望 任何要求 关于我的婚礼 也不用两位配合了 下个月六号是最吉利的 再找一个这么合适的日子 那得等到明年了 所以你们俩抓紧一下 把婚礼给办一办吧 天忆哥 你觉得呢 天忆哥 你觉得呢 那就定在下个月六号吧 那 密月旅行呢 你决定就好 天忆哥 你真好 还有这个 这张支票是给你爸爸的 是我们家的一点意思 这个就不用了吧 没有这样的规矩 都是一家人了 没别的意思 其实准备也不是很多 请你爸爸一定要收下 天忆哥 你就收下吧 这是我妈妈的一点心意 啊 婚期定了 下个月六号 那家人也真奇怪 结婚日期那么重要的事情 他们家自己决定 来个社会通知 就算什么呀 最起码也应该两家商量着办吧 就跟上次见面也是的 什么都他们家说了算 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天忆 你一定要结这个婚吗 婚宴地点已经定了 时间太紧 我们只能请几个简单的家人朋友过去 我看我们这边的朋友 就不要请了吧 这边的朋友就不请了 你爸 你爸那些老朋友老同事的孩子结婚 你爸都给了不少红包的 再说你也是房家的长子 大家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又不请他们你爸的脸往哪放啊 姑姑 这次的婚宴所有的花费都是院长他们家出的 那一桌酒席 要过万 什么意思啊 只要太多人去蹭吃蹭喝 不合适 而且院长是领导 女房那里不收红包 总不能光我们家在那儿手嘛 天忆你听听 这太阳都围着他们一家转呢 那你们的新房怎么办 我们商量过了 结婚之后 我就搬过去住 你们商量过了 你跟你爸商量过吗 爸 这是院长家的一件新意 天忆 所以你结婚 我们一家人要做的 就是打扮漂亮去参加你的婚宴 然后回家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看来这回 她是下定决心要彻底脱离我们家了 妈 她不也是为了那个医院吗 为了医院 自己的爸就不要了 跑到人家家里去当儿子去了 好了 不要再讲了 大家都想一想 想什么想 气都气死我了 爸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这也不知道是多少 干什么你 总要打开的吧 放在这儿也不能当它不存在啊 至少也有个四五十万吧 要不然怎么在我们家面前显摆啊 就是 我倒要看看 他给多少钱呀 敢在我们家面前显摆 送礼的人没个送礼的样子 一点诚意都没有 妈 现在都不新那个了 都不送礼 都送钱 有的还流行送到哪呢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得赏 妈 您绝对不相信 两百万 你看 你有没有考虑过 爸拿这些钱会怎么想 这不就等于他们家 拿钱来买女婿吗 我说你们会不会想太多了 他不过就是红包 有什么好大惊想怪的 你觉得拿这些钱没问题是吗 不都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吗 顶梁柱值这些钱 也是应该的 房天忆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在出卖你自己吗 救过来 那么的安安静静地把那些钱拿走 多大事情在别人家都挺正常 怎么到我们家都醒不透 还不光是这一件 是每一件都醒不透 因为你是我亲弟弟 所以我奉劝你一句 我希望你对这桩婚姻认真地考虑一遍 不说别的 婚姻本来就不应该是一桩买卖 姐 这段婚姻 对我的人生 还有事业 都是个转机 我是这么认为吗 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这么想 其他的事情比感情都重要吗 我问你 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感觉 难道不这样吗 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不能相处的 那我问你 你喜欢他吗 你真的爱他吗 感情的事情我自己或许没那么清楚 但是我知道 这段婚姻 适合我 适合你 姐 你别说了 八年前那个人跟我说了一样的话 我没想到你跟他是一类人 既然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有的后果你自己承担 放我 这段婚事我管不了了 以后王定义都后悔了 他自己负责 跟我们谁都没关系 哥 这拿着人家就一大笔钱 心里不踏实 感情的事情 我自己或许没那么清楚 但是我知道 这段婚姻 适合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怎么样 欧洲旅游介绍 我跟妈想去欧洲旅游 你说别人的妈 都已经环游世界了 妈可连心哪儿都没去过 欧洲豪华游轮之旅 这上面的费用还不全包啊 还有多带点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好不容易去趟欧洲 肯定要好好购物啦 你这想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呀 可可 你有点听众行吗 我们家什么状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有钱吗 你这钱打算让谁出啊 我们不是有那两百万吗 那两百万已经在家里了 我跟我妈不是家里人啊 我爸现在是什么心情 他都快郁闷死了 你还想着拿这个钱 去吃喝玩乐啊 方天心 你不要只许周冠放火啊 你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的面网门口都听到了 你就是问舅舅借这笔钱去买房子 那我也是知道错了 我就没再提了呀 也没什么错的 反正婚事要结的吧 这钱已经送过来了 那就顺利承承接受吧 我们一家人为了天意的事情 已经够心烦的了 你们就不要再顺手牵羊了行吗 你们 我和我妈是你们吗 我是你们吗 我妈是你们吗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话里话也不就这意思吗 怎么了怎么了 你们俩又怎么了 余可可 你可不要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塞到我嘴里 你这是污蔑 声音大了不起啊 妈 你看这人多没了 又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两姐妹到底为什么吵 爸 可可说 要去欧洲旅行 钱就从那两百万里面出 妈 你想想什么呢 是啊 怎么了 爸 你还有理了 爸 爸 警官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那什么 我看好了一辆车 SUV四局 给我安静点 我又怎么了 不是有两百万吗 爸以后想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可以当司机 而且这样的话 以后面放 替货送货 那不都方便多了吗 你回家不带脑子吗 现在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我怎么不带脑子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黄天心 我可算是想明白了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妈和我当做过自己人 妈 你看清楚 这就是你花了半辈子时间 拉扯大的人 再担心不住 我们什么都不是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的意思呢 我拒绝你的意思吗 你要买房子 可以问舅舅要我的笔件 小龙要买车子 可以问舅舅要那笔件 为什么我们要点东西 你就猜到我现在的现眼 我什么呀 他现在不够丢人 方天心 你他让我失望 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以为我们是好姐妹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行吧 他说你们 恶人先搞错 我还想说呢 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这样 行啊 天心 通子 你 吵吵吵吵吵 你们再吵吧 都是为了这张纸 是不是 你们吵了半天 就是为了这张纸 为什么一家人 就变成不是一家人 就是为了这张纸 张这几个破数目的字 就算这些钱 白白从天上掉下来 都不值得你们这么吵啊 你们吵啊 为这张纸吵是不是 为这张纸 那简单 不 我 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为了自己 把这家都弄成这样 你不能在里面 就不能死出了 行了 都到底是我 还想要死掉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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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干的是什么 你爸 你舅舅 把门都锁起来了 这 气死我了 等等等等 你怎么还用 还好爸爸这撕了四下 你说这个屁股还能用吗 还有唐人呢 是不是 这什么价子 花生价 姐 你吃吧 我对花生过敏 那我记住了 舅舅 爸 爸 哥 孩子们把支票占好了 舅舅 我问过银行的朋友了 这支票撕碎了呀 只要开个证明 还是可以兑现的 您不用担心啊 你什么时候向银行去打听了 我朋友的小叔子在银行工作 我问了他呀 怎么了 你这种事倒挺积极的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等一下 那个 如果这项支票还能兑现的话 那我的SUV是不是就 你这两个打什么主意呢 没看见你爸吗 还是买SUV呢 谁呀 但哪有真的 房伯伯 我进来咯 房伯伯 干吗还把他拿进来呀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拿进来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哪有啊 这都是小龙的不对 都是他没有理解您的心情 他们都不对 他们都不小了 没有一个懂事的 我把他们仨 拉不长大成人 没想到却一点都不了解他们 事情都到了这个范儿上了 还在为他们自个儿着想 怎么就没有一个在乎这个家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人在乎我这个当爸爸的心情 明摆了要用这笔钱换我一个儿子嘛 所以我觉得您撕得好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也坚决地会支持您 也坚决地会支持您 哎呀 玉玉 在您面前这么谈我们家里的事情 不大合适 哪有啊 我能想得到 像房伯伯一个这么好的人 肯定又生气又难过 才会跟我一个晚辈说这些的 但房伯伯 气大伤身 我不担心别的 我就担心您这样身体会受不了 房伯伯 您消消气吧 其实小龙 天心姐 他们都挺担心您的 可可姐也一样 她也很担心您的 她们担心我什么 我说错了 我们都担心这家会出事 所以房伯伯 您能不能不生气了 谢谢你啊 你放心啊 之前那个手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患者的伤口恢复也正常了 一切也很稳定 好 院长 亲家 您怎么来了 有事吗 有点事专程拜访一下 好 您说 爸 如果是结婚的事情 您跟我说就行了 不 这事要跟院长亲自谈 我不会耽搁太久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没问题 非常方便 请请请 到我关公室啊 天忆你先忙吧 来 请请请请 来 请请 喝点茶 这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味道不错 您尝尝 不客气 院长 我们坐一会就走 您有事要说是 是这样 拿回来的 他那个被撕破过 但是又粘回去了 这个是亲家母给天忆的 可是我们家讨论过 觉得还是不该收 所以又拿回来的 你看何况婚礼筹备的事情 都是你们准备的 我没忍 这有什么呀 说老实话 这些事我还真不太清楚 都是白雪她妈妈一手办的 我这个夫人 就是爱出点风头 您不应在心上 不不不 但是婚礼的事情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这已经够惭愧了 还是麻烦您把这支票收回去 也劳烦 亲家母费心了 不用不用 您不用太客气了 这真不能说 你听我说 咱们 以后不是成一家人了吗 是是 但是这个 怎么讲呢 世上 没有不把自个儿孩子当宝的 对对对 天忆这孩子呢 我尤其是上心 所以有个事要拜托院长 您说 我在当爸爸的 没什么能耐 真的是这样 天忆从小又好强 所以有许多地方 他就跟着我这个没出息的爸爸 该帮的忙帮不上 该说的话也说不准 所以也使不上尽 希望您今后 如果不嫌弃的话 您就把天忆当自个儿儿子 哎呀 这点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天忆当成自己的儿子 啊 您就放心 谢谢谢谢 不用客气 谢谢 爸 哎 你怎么没忙啊 您跟院长说了什么 哎 就是随便聊聊 都聊了些什么 这就不用跟你说了 爸 您不能总是跑来这里 我会很困扰 而且这里是医院 他是院长 有什么话 您跟我说就行了 好 我知道了 没事 你先忙吧 退回来了 嗯 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说以后让我们照顾好天忆 可是这不合理呀 你说这笔钱对他们家来说 不是一笔小数目 怎么就退回来了 为了面子 为了自尊心 哼 为了自尊心两百万都不要了 哼哼 退回去了 啊 啊 天哪 哼 这不知道就这脑子怎么想的 什么叫怎么想的 哎 人家家里都是巴不得多拿一点 怎么到手的支牌还退回去呢 人啊 要学会知足 啊 这钱我们不需要 我们家就天忆最有出息 但是当医生也不见得能攒这么多钱呀 而且男生结婚可以不用花钱 还能有钱拿 这么好的事 怎么就给退回去了呢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别搞到家里鸡飞狗跳 听见没有 太可惜了 房医生 这位是赵律师 你好 你好 就要结婚了 有些事情也该商量一下了 赵律师 就麻烦你 好 好 请问 这是什么 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 没错 你稍微看一看啊 请问这协议 是什么意思 你别介意 这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对吧 我跟白雪还没结婚 现在就考虑离婚的事情 那个 世事难预料 防患于未然 当然啦 你跟白雪是用不到这个的 这就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啊 离在这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这里签字 爸把礼金一分不胜的都退回去了 爸我什么那么做 这你还不明白 爸一直跟咱们说 做人要有气节 你是家中的长子 爸这么做 是想保证你的自尊心 爸 您不能总是跑来这里 我会很困扰的 这事要跟院长亲自谈 房医生 房医生 赶紧签一签 签完你好去上班了 很抱歉 我不能签 不签 为什么不签啊 一段婚姻还没开始 就会结束做打算 这样的婚姻 我不考虑 那个 婚前协议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你不用太悲观 这就是为了预防 万一嘛 虽然我愿意到你们家生活 虽然我是你们家的上门女婿 但我也有自尊 我认为婚姻是两个人共同携手走完一生 我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 如果真的要签这份协议 先规划好离婚所有的处理方式 那这样的婚姻 那这样的婚姻 我宁可不要 房医生 你听我说啊 师父 这 不好意思 我还有个手术 先告辞 这 我这 不是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 房医生 天忆哥 怎么样 刚刚说什么了 如果我们结婚 必须要签婚前协议来担保 对不起 我无法接受 天忆哥 怎么了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们再联系吧 也或者 不要联系了 房天忆就是走了 妈 你是不是跟天忆说什么了 太小家子气了 我不过让他请一份婚前协议书 这样就生气 那以后还得了 婚前协议 妈妈 你怎么个天忆宪那些东西呢 你看看你啊 还没这样呢 胳膊弯弯弯 不是 你说现在 哪一家有点家里的家庭 婚前协议书的 妈 你怎么就这样啊 本来没多大点事 非得乱个臭脸 你说现在就这样 这真的日子 还怎么过呢 妈 妈 天忆 你怎么来了 今天的事情 真是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妈妈会那样做 你一定很生气吧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我也会很生气的 总之 我来替我妈妈道歉 欢迎收 开会时间到了 我顺路过来叫你 那我先去开会了 天忆 小姐呢 跟朋友出去 还没回来呢 你是不是今天 叫天忆来家里了 是啊 我是想让 乱跟律师碰个面 把婚前协议处 给签一签 没想到他不签 我不是说了吗 这婚前协议 不要乱签嘛 这是应有的防护措施 你说未来的事情 谁说得清啊 天忆这孩子 不会轻一点心的 也绝对不会做 有损自己人格的事 你明白吗 反正呢 不签婚前协议 我心里就不踏实 这年轻人的事啊 应该让年轻人 自己处理 行不行啊 我女儿结婚 我还不能有点意见了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把这个 上门旅选给我吓跑 我可为你是问啊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他好呀 没法跟你聊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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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 怎么还没回去啊 在等我 你还在生气吗 我饿了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好不好 房医生走吧 你有事吗 今天完成一个大手术 大家想去吃饭 庆功一下 你们先去吧 我待会儿到 好 那么先点餐 你早点来啊 走 天忠祝 天忠祝 不要走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好吗 好吗 求求你了 好吗 天忠祝 你为什么这么一直看着我呀 你为什么这么一直看着我呀 那我不看了 你看吧 服务员 加一杯酒 还喝啊 我没喝多 我还可以喝 服务员酒呢 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是我妈妈忍你生气的 又不是我 是我让你却婚前协议的吗 不是啊 你喝醉了 我不过就是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我哪儿有错了 我讨厌你 我为什么要喜欢 让你这个糊涂蛋 好吧 好了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一点点 你喝醉了 我没有喝多 你能不能不让我受那么多委屈 不要再这样对我了 我告诉你 我胸前来可是很吓人的 白雪 白雪 五元 五元酒 房医生 小雪是跟你在一块呢 是 现在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送她回家 我正想和您联系 那个 小雪喝醉了 麻烦您派车来接她 什么 在哪啊 我把定位发给您 好 我马上过来 醉了 服务员 买单 这位小姐喝醉了 麻烦你照顾她一下 待会儿会有人来接她 谢谢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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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服务员 这位先生去哪儿了呀 他刚离开 走了 怎么留下我一个人呢 不行 我绝对不能放过她 我绝对不能放过去 欸 要是 喝一杯 好 泪 泪 泪 来 喂 天忆回来了 才下班啊 喂 这么晚了 还在店里 没办法 明天市场订的面多 今晚安飞 把他赶出来不可 晚饭吃了吗 吃过了 吃了就好了 那进屋去休息吧 我再弄一弄 爸 听说您把支票还回去了 咱们 还不至于要拿那笔钱 你呢 那婚礼办得怎么样了 说说 回头再说吧 今天好多事情 有点累 那累就赶紧休息 累就赶紧休息啊 好 进屋里去 屋里去 你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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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你怎么这么晚还出来啊 伯父 见到你很高兴 喝这么多酒啊 被您发现了 丢人了 没事 没事 伯父 没事 别赶紧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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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不是小姐喝醉了 是 在哪呢 不好意思 她刚刚走了 走了 是 哎哟 哎哟 人生都酒味 天忆快下来 天忆快点下来 快点 慢点 抱你这到沙发旁边了 好 好 好 哎哟 哎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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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帮我应该 扔在那边 我要打到月亮 消灭你 好 太狐狐 我还拍 小雪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小雪 天忆 天忆 来来来 天忆 快点许 快点许 来来来来 来 这西服这么帅 这白大袜这么帅 那面肤也这么帅 哪个杯子都这么帅 这喝多了嘛 哎 姑姑 先把她放到你房间吧 那怎么行啊 她万一吐了怎么办 吐不了 吐不了 多喝点开水 让你把您躺一会儿就好了 来 来来 我吐不了 好好好 来来 进来吧 进来吧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小心点 小心啊 你别再吐了 没事 吐不了的啊 好 好 快躺下吧 来 起 来 起 来 小雪 小雪 你干嘛 别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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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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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你 你干嘛还退床上啊 真吐了 真是 可惜死了 你干嘛 别人来干嘛 你先急 没讲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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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夫人 爸 这里是 她是 这位是那白雪的妈妈院长夫人 她是我大女儿 你好 你好 我是方天心 天忆的大姐 走走走 你来也不打个招不 你们怎么回事 那母女两个一前一后的 没事没事 既然来了就坐下来喝杯茶吧 我们家有还不错的举谱 不 不了 那个小雪在哪 我来接她回家的 在我屋里 吐了我一床都是 什么 师母 您来接小雪 那你稍等一下 我去叫小雪出来 麻烦你了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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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天忆 天忆 你妈妈来了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我只要跟你在一块儿 小雪 我不回去 来 局谱 我 我们的小雪平常是金球不沾的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晚来打扰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什么没事 把我床上吐的都是 本来就没事 对了 你放心 人喝多了胃不舒服 她吐出来就清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家小姑娘 把自己的衣服 脱得也都是的 你看是我洗干净了 给你送过去呢 还是你自己 不麻烦了我拿回玉璇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会处理 天忆 白雪怎么样了 天忆 不回去 我看她这样也起不来了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 我去 我去 帮我一个忙 小心点 小雪你怎么了 我帮我帮你回家 我不回 我不回去 少许你这怎么了 爹 小雪妈 哎呦 这小姑娘喝了多少酒啊 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了 爹 可以麻烦你帮我送少许上车吗 爹 我不回去 我不回了 愿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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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不认 来 白几个衣服 一包 谢谢 谢谢 我先走了 今天有点七手八脚的 没好好招待 下回有空您来家吃饭啊 今天晚上正打扰了 那个小孩子不懂事 您请留步 我先走了 慢走 慢走 房医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家小雪我最清楚 最多也就几杯红酒的量 你现在把它灌成这个样子 还带回你家 你摆明了 就是要我们母女俩在你全家别人丢脸啊 酒不是我让她喝的 我也没带她回家 那就是说 我们家小雪自己喝醉 主动到你家还赖她不走 这话我能相信吗 等她醒来您自己问她吧 房医生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不就是不想先婚线协议吗 你有必要让她喝成这个样子吗 师母 您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 我清楚得很 你就是让小雪喜欢你 你就利用她 跟她说闲话 让她跟你站在一起来对抗我 好让你可以不签婚线协议 就结婚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在结婚之前 就要算计好这些所有利益考量 这样的婚姻 我宁可不要 你是说我在算计了 我知道我们两家出身背景不一样 我也知道我高攀了 但我仍然希望我的婚姻 是一段正常的 互相尊重的 可以共度余生的婚姻 所以那婚前协议 我真的不能签 因为我有自尊 时候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不送 酒是我自己要喝的 好像也是我自己主动跑去他们家的 去都去了 什么叫做好像啊 我记得断断续续的 我好像还打了一辆出租车 还跟天忆她爸爸打招呼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吐在人家家了呢 我吐了 那天忆也不会看到我吐了吧 反正是丢脸丢到黄埔江了 你主持人让妈妈昨天去接你 有多丢人吗 妈 妈 怎么办啊 天忆该不会以为我是个酒鬼吧 哎呀 妈 都怪你 害我心情不好喝了那么多酒 婚前嫌疑有什么用啊 接了红果都动了天忆的 你怎么只长个子不长点脑子呢你 这男人那么好要吃亏的 又不是没有别人追你 妈 我都跟你说过一千八百次了 就算追我的人从徐家辉排到陆家嘴 我就是认定他了 你把这儿拿去他家 我一个人去啊 我昨天在他家那么丢人 我怎么去啊 你是想看你爸在骂我吗 不是 但是我真的好尴尬呀妈 我 我是不是更尴尬吗 天忆 你能不能不要再惨着我了 我们之间真的不能挽回了吗 我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 你爱他吗 我被你伤害了之后 我学会了一件事情 爱少一点 痛就少一点 那就是不爱 你还要结这个婚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先忙 你曾经说过 你会永远照顾我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实践承诺的机会 对 而且那已经过去了 重要吗 不重要 那我可不可以 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你连听都不想听吗 是 你心里真的没有我们俩过去那道感情了吗 没有 没有 祝福你 天一 你结婚之后 就有自己家庭了 你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你也知道单亲孩子的辛苦 我 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孩子是无辜的 一定要对孩子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而且 你的祝福 很无聊 白雪 这个啊 是天忆他妈妈留下来的 好多年了 我就一直收着 那么你现在很快就会变成我们家的儿媳妇了 所以我觉得天忆他妈也会希望我把这东西给你 虽然他也不知多少钱 你收下 好漂亮啊 谢谢伯父 对我的认可我一定能好好珍惜的 那还有这个 你自己翻开看看 你自己翻开看看 这些都是天忆吗 他从出生到小学到高中毕业照片 真的好可爱啊 我也没什么东西好送你们的 就这个了 这是我一直珍藏着呢 真的好可爱啊 天忆这孩子因为从小话少 就给人一种很冷酷的感觉 其实不然呢 他这个很贴心的孩子 他会好好待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天忆他从小呢 妈妈走得早嘛 所以他就比较孤单过几年 也可能就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再加上我其实对他没超太多心 也许就因为这样 所以他现在就把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头 不说 可是你好小学 你一看就给人一种喜性的感觉啊 让人觉得心里头暖暖的 天忆就需要碰到像你这样的人 所以你今天喜欢他呢 我很高兴 我也很放心 那等到你们将来结婚之后呢 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分享 互相扶持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就拉巴拉巴你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拉巴拉巴他 希望你们能幸福 爸 我知道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以后不就是我爸了吗 这叫跟不叫差好多呀 还可以 你来跟他一样的东西 你看看我 你别叫不叫我 我去哪里 你打开我 你这有什么样的 你还可以吗 你这有什么样的 你这有什么样的 你不就是我 我去哪里 有什么样的 你这有什么样的 我去哪里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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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里是医院 我一定会多理解你 多支持你 更爱你 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很多人在看 我已经跟爸爸约定好了 爸爸 你的爸爸 也是我的爸爸 你看 这是我妈妈的耳环 爸爸把他一直珍藏的耳环 已经交给我了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而且要好好保管一辈子 天忆 我爱你 我真的真的 很爱你 我真的超过来的 我真的会不过来的 我真的会不会 你 Perform 你 我真的会不会 你 我真的会不会 不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应该待会就到了 是吧 谢谢 挺好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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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来了 院长 亲家 就等你们了 不好意思 亲家好 亲家 亲家好 爸 咱们一起照一张全家福吧 谢谢 谢谢 好 请 好 谢谢 要幸福啊 恭喜啊 月月 过来拍照 月月到小龙身边 过来拿来 太厉害了 不好意思啊 等等 来 过来 这就对了 来 大家看这里啊 准备好 三二一 鞋子 恭喜 恭喜 好 欢迎 欢迎 谢谢 好 欢迎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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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好 谢谢 恭喜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天心 天心能够什么时候结婚 可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可以 谢谢 好 喂 王总 我先去打个电话 哎 是的 啊 现在就要吗 哦 在我这儿 但是我现在过不去 我弟弟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过来 嗯 那好呀 我给你发定位 嗯 谢谢 天忆 我把我为女儿交给你了 是 黄天忆先生 你是否愿意这位女士成为你的妻子 并与她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或者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爱她 尊重她 照顾她 依偎她 对她忠贞不语 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愿意 黄天忆先生 你是否愿意这位男士成为你的妻子 并与她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或者健康 或者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爱她 照顾她 尊重她 依偎她 对她忠贞不语 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愿意 现场所有的嘉宾 所有的亲朋好友 是否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 愿意 现在请交换戒指 作为结婚信仰 我愿意为他们的负责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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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结婚信仰 我要送客人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董事长夫人找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她没说 她只是说让我一定去 我不想单独见她 所以 拜托你 那我尽量吧 行 我先去跟合作方开会 你完事以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我等你 再见 谢谢你 现在是最重要的主持 抢新娘的董花咯 你干嘛呀 你干嘛用啊 哥哥姐 怎么样 娘 一 二 三 三 抱歉我姐了 你让我穿这个天主顶啊 困难是你走在身外 改变不了的爱是爱 我 你 你 你 我